张姐好,各位朋友,各位老朋友,特别是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李 知道张姐很带劲的,很兴奋的,呼朋一伴的 特别是约了自己的青春的好朋友们去做觉得有意思的事 听起来是特别好的 在那时候我有别的事走不开 没法参加 然后听说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姐姐讲两句话 我说好啊,我说特别好 这个想说的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我总喜欢把这个年纪的增长跟这个确局 跟打麻将讲在一起 人生若是确局 现在已然打到北风了 北风起 就最后一次当庄 那这个人生的样貌大概就要决定了 讲真 就李宗盛这个角色呢 就是其实是我这些年刻意想要摆脱或是走壁的啊 那不是我后悔啊 或是我不喜欢呢 我是觉得已经够了啊 因为你花了大半辈子去 去built 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的一个figure啊 然后你好像住进去了你知道吗 我自己觉得我好像住进去了 然后大家都哦 那个是李宗盛 那个啊就有一个感觉 所以我不太喜欢住进去的这个感觉 啊 可是我不喜欢写歌的那个事情所带给我的那个结果啊 呀 其实一时半会儿也讲不清楚 不过这既然有机会跟姐姐讲两句话 我就借这个机会 呃 拜拜